我看到一個中年大媽欸 哇這貓 太大這貓吧 街頭打架 我說大叔你怎麼會跟穿盔甲人打架 怎麼回事 蛤 那這是羊嗎可是他的眼睛像青蛙欸 所以他是羊披著呃帶著也帶著青蛙眼睛的羊 喔他是豬喔小豬 我操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太美妙了 這個世界太美妙了 妳幹嘛一直要趕人家走啊 人家又沒對不起妳 好 這個配音 我覺得他們 他在配音上面還比較有 這個配音真的算蠻不錯的 也不像那些什麼大陸製的 不像那些大陸製的免洗手遊 真的是配音都配一半的 他們就 那些大陸製免洗手 都只有 只有前面才有配音 後面幾乎沒配音 他應該有吸吧 我覺得他罩杯應該有吸 等一下地上那是骰子嗎 紅色的骰子 喔 這邊一大堆玩家喔 一大堆玩家在這裡 OK 這個人完成了 看一下喔 骰子活動 希望 幹嘛 這邊 希望這個不是課金抽卡手遊喔 他有沒有買斷製的消費啊 我比較希望他是買斷製的消費不要是抽卡式 不要是抽卡制的 買斷製跟抽獎制的消費是 那個是差很多的喔對不對 然後這個結交一位好友 然後有的沒的 嗯哼 達到了什麼職業階級 好吧 暫時先這樣吧 職業等級提升 YES 然後有什麼東西 全部零取 獲得新時裝 OK我看一下喔 我有什麼時裝呢 這個都是我時裝就對了 啊哼 那我們 那 在 這 次錄影的最後階段 我來看一下這個遊戲到底是不是 課金 抽卡 有沒有課金抽卡的要素 希望是沒有 流浪商人 謬斯 這個人是誰 然後看一下還有其他的嗎 挑戰商店 希望不會有什麼抽卡 召喚商店啊果然 欸 果然他這個一樣是課金抽卡遊戲 啊 他在裝備裝備方面也是要抽卡 用抽的啊 我我我比較希望他是買斷置的不是用抽的 好吧 這什麼東西 遊玩類型什麼東西 登過二之國 發現喜歡遊戲 嗯 依照規劃時間 我大概是行 從 省下時間才玩 然後玩到一半 然後我克服方法 使用強一點裝備 前往 哇靠 居然這個是在引誘人家課金嗎 喔一定有不知道攻略方法 然後讓我挑戰嘛對不對 在商店中 發現心理的貴重 貴重裝備卻超過自己的預算贏的是什麼 除了那個裝備還有其他不錯的裝備吧 尋找其他CP值高的裝備啊 對不對 已經是這樣 然後怎樣 無望金幣發送了嗎 推薦商品 欸 入門者禮包 還有什麼 他的 他是有 對啊 他這個有課金要素啊 每個賬號一次 看一下各賬號各買一次 入門者禮包 如果是 他這個還好啊 他基本上你買的類似 他什麼東西 招混者 是 是 還好啊 如果 一單130來看的話 是還好 是還好啊 如果 可是我覺得 現在比較怕的是鑽石的部分 因為他要用抽的嘛對不對 在幹嘛 他 簽到通行證 所以每天 每天簽到就會得到這些獎勵 然後高級成 所以這個每月每日福利 喔 大概兩周 所以是每天簽到一次 然後兩周時間嘛 對不對 哇靠這個 啊哼 所以你這邊 你要花六百六百七十塊 大概將近七排七百塊的價錢 然後去買一個 高級通行證 然後來得到這些資源 所以他其實 啊不意外 就是一款 課金抽卡 抽卡遊戲了 我是比較希望他是 買段子的遊戲 不是 不是抽卡 不是抽獎類的 這個是 這邊 一樣是裝備圖鑑 啊哼 然後 還有收集一些 這個邊都是幻獸嘛 對不對 幻獸的話 所以我應該 我有得到 我記得我有預約啊 那預約的話 應該有得到一些 有得到 看一下 應該有預約禮包吧 因為我有預約啊 禮包應該有吧 達人 就這樣 學習技能 啊哼 臉部的石磚也算是那個喔 OK 唉 石磚的部分有什麼可以看的 臉部 髮型 然後裝備啊 對啊 這是 這個啊 還有耶 沒有吧 跳回去 所以我目前沒有看到 那個禮包啊 紀錄 成就 對啊我有預約啊 可是我沒有拿到禮包 所以他不是有預約禮包嗎 我沒有啊 哈哈沒有 沒有的話也沒關係啊 其實就沒差 進行簽到 四星裝備是哪一個 喔 簽到十四天才可以 喔要簽到到第十四天才有這些裝備就對了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拿的 有嗎 完成祭典 呃 就 反正 這次就先到這邊吧 對啊我沒有牛啊 我哪有牛 還是說 啊還是他是在我幻獸裡面 喔有 喔有有幻獸 就是這隻 喔他有送我一隻牛啊 牛牛你好啊 牛牛 可是牛牛的戰鬥力好像沒有比他 欸牛牛戰鬥力跟這隻毛利鼠 毛毛利鼠 差不多而已 好吧這個遊戲 我已經確認過了 這個遊戲其實我已經確認過 他就是 克金抽卡遊戲啊 當然他沒有 呃沒有到說不好的程度啊但是他說出來還是一樣有 有蠻多的克金要素存在 那麼我在這邊還是先說一下我的立場啊我畢竟 畢竟我還是希望說他是買斷制的不要是抽獎制的 因為他有很多的各位看一下他的商店啊 連召喚也是啊 召喚這邊嘛你要你要得到一些什麼好像神鹿啊有的沒的一些幻獸啊 你還是得去抽啊 然後他還有什麼還有所謂的保底 他有所謂的保底但是說真的那保底真的是 欸看看就好啊 畢竟我比較希望 畢竟就是說 買斷制啊 希望他是買斷制然後他比如說他一隻神獸他一隻幻獸 送我的兩百塊好不好 送我兩百塊可不可以 買斷制的話就不用花大把大把錢去抽然後抽到一些 重複的角色或者是 或者是說一些比較不 比較爛的角色啊 畢竟機率性的東西沒有所謂佛性這兩個字 OK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商店的部分他應該有所謂的一 這個是一般商店然後這是幹嘛 這個要用鑽石買 然後禮包商店 所以 他的 初心者禮包連續購買 看一下喔 所以他的鑽石我想一下他的鑽石還得透過禮包去買就對了 他並不像一些 並不像一些其他的遊戲嗎 就是說鑽石比如說我多少個鑽石然後算多少錢給你他的鑽石嗎通常會掛在一些禮包裡面 所以這個遊戲的課金要素還蠻複雜的 感覺這個這個遊戲的課金要素嗎 是蠻複雜的 那麼就 我比較希望就是說這個遊戲可以出在steam上面 出在steam上面或者是出在PS5 或者是switch上面 五千塊嘛五千塊我都願意買 五千塊你整套遊戲都賣給我好不好 五千塊 五千塊整套遊戲賣給我 可不可以 但是他放在手機上面出在手機上面就是一款 課金抽卡遊戲 不用懷疑 喔我已經看過 各位觀眾朋友我已經看過 就是一款課金抽卡遊戲 OK 那就 我們這次先到這邊啊 那我們 這個遊戲我會繼續玩下去 因為畢竟 如果我會繼續 繼續玩玩看看他 如果不課金的話能不能繼續玩 呃 畢竟這個遊戲是日本日本製作的吧 呃我去查一下是日本製作 日本製作應該不會像 不會像大陸製作那麼沒良心吧 那我就休閒玩 我就休閒玩玩看 喔 因為畢竟他也有一些劇情還蠻不錯的 那就這樣子吧 欸可以摸貓喔 欸可以把貓抱起來 你好喔貓咪 把貓抱起來 好可愛喔 好我們抱一隻貓 然後就結束這次 各位拜拜 那一個什麼音樂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太多可惡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